哈喽各位心理医院新观点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Alan田芳伦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心理医院新观点的节目 今天呢 其实芳伦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就是你知道吗 台电又在偷偷偷你的纳税前了 纳税前为什么是台电在偷偷偷你的钱 昨天有一个新闻出来 我先给大家整理一下好了 这个心理院新观点的好 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新的很多的立法委员上来 然后有这样一个平台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立法院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那每一年 这个下半年大概9月中下旬开始呢 就是我们国家的预算会企 什么叫做预算会企 就是负责省预算啊 人家会拿一本 这个四张太保了 一般来说都会拿厚厚这么一本送过来 给立法委员检查一下 明年要花什么钱 明年你要花多少钱做什么样的工程 做什么样的业务 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立法委员的天职 就是要帮全国老百姓 一起来监督 是我们的这个政府单位 公家机关要怎么样来花钱 要怎么样来用钱 那其实在很多地方啦 就是说都会有些有审计部啊 把去年的这个检讨报告说 你哪些的编列的预算 没有落实 没有做好 哪边东西应该要被检讨 这个东西所在多有 那这个新的预算书送进来 有时候我们在立法院当助理 就会把几份全部拿出来 笔一笔看一看 这个钱啊到底怎么花 那哪些增列的一些新项目 增列新项目 就譬如说 可能我明年要办一个活动 要考察 要邀请国外的朋友来 那我等下先写一个新的计划 然后这个计划 可能在公关活动里面啊 在什么什么之下 所以有这样的编列 另外一笔 其实比较少人去看的 是大家 而且即便要去删预算了 也不太会删到的地方 是什么 就是人事啊 行政费用 而这个人事行政费用 里面呢 就其实就很简单嘛 啊我们这个 这个部门啊 这个科 这个署 这个部 里面应该一年 原额458人 啊每个人的薪水 公务人员的薪水啊 其实上网都查得到 每一个公务人员 他应该领的钱 他会有一个那个数值 啊 maybe有时候 哎加班费多一点啊 等等的 但是偏离不多 所以呢 呃反而是人事的费用上面 我们最能看出一个平均值 花了多少钱 在什么样的方面 好 这个时候就有趣的来了 在行政预算里面 有一笔很重要的费用是什么 哎就是要来编 我们这个部门 要花多少的电费 电费 这个听起来 好像哎很熟悉 但是为什么会 今天被方论特别拿出来 跟大家讨论 原因很简单 只举一个例子就好 我们国安局 113年度的预算书 在行政管理科目底下的水电费 是这个7939万4千元 那100 这是也就是今年 的话7939万 114年 也就是明年度要编多少钱呢 9257万6千元 其中哦 光电费就要 8801万又6千元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国安局 今年跟去年的水电费比较 暴增了 1318万 16%啦 我都帮你算好了 这1000多万的费用 谁付 国安局局长吗 还是哪一位 这个 会不会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 拿账单 涨价之后拿去他服务处叫他付 看起来没有啊 编在预算里面是谁付 就是你跟我一起付啦 就是我们所有纳税人一起来帮他付啦 就是我们所有的纳税人要一起帮国安局付这个多出来的1318万的水电费啊 那涨在哪里 你有个计算基准啊 比如说我这一 maybe我办公厅 办公大楼 我每一年这个用电 用水的钱 其实都估算的出来 而且行之有年了啦 所以前几年7000多万 这个将近8000万的预算 这个数字是一直都在平均值里面 为什么今年暴增 很简单嘛 电费在涨啊 电费 去给啊 哦 不是你家涨价而已啊 不是我家涨价而已啊 是连公务单位的这一些办公场所的电费也都涨价 今年4月份113年的4月份电价调涨 那电价审议委员会呢 在9月的下雪还要再开一次会 因为他们觉得10月可能又要新的电价 换句话说 你们你们认为他会跌吗 我我个人哦 悲观到了极致 不会跌 这个价格不会掉下来 绝对绝对还是继续提高 这个提高是什么意思 就是呢 老百姓也好 或者是任何一个一般大众也好 即便你是公务机关 公家机关 哇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医疗院所 你的电费都要付 你的电费也都会涨 你的电费也都会因为台电调涨那个费率 而有所改变 所以公务机关配合的说 没办法 台电要涨电费 我们除了在办公室里面宣导这个节能减碳 那个灯关暗一点 那个冷气 没关系不用开那么强 我们高雄捷运是不是 那个车站大厅不要开冷气 开电风扇就好 这是现在台湾的现况 为什么 因为钱啊 因为电费在涨 因为电费今年可能一次要涨两 一年要涨两次 因为今年四月份调涨一次电价 可能十月份还要再涨一次电价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就是台电在偷偷的把你的钱一点一点扣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点是什么 这叫一头牛扒三层皮 诶怎么会三层皮呢 这个皮怎么算的 很明确的跟大家报告 今年四月涨价的时候 应该全台湾人家里都涨价了 那个没有涨价的可不可以上来冒个炮 让我知道一下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家如何省电的 你一定涨价 99.99%的台湾人 今年四月的电费都有被涨到 好这是第一层皮 涨价了 你赖这个台电没皮条吗 这么多在野党的立委 认为这样不妥 认为你们应该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认为你们应该要经过这些民意代表监督才可以涨电价 没有 省议委员会说要涨就涨就决定要涨了 这是其一 其二 今年台电又又又又跑出来 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破产了 我们钱不够 我们很快就破产了 怎么办 很简单啊 叫台电叫行政院拨补预算啊 补多少 一千亿 一千亿 一千亿新台币 拨补进来 这一千亿哪里来 因为我们行政院要去拨补给台电公司 让他能够正常营运下去嘛 对不对 这一千亿哪里来 一样是你我的纳税钱啊 一样是我们自己口袋缴出去的税 一样都是我们自己口袋拿出去给政府每年五月的时候我们报的税 这些的税金最后 算一算啊台电还差一千亿来来来 拨一千亿不是一千块哦 一千亿给台电 怕台电破产 怕台电倒闭 怕台变 台电没有办法支撑下去 就只好倒掉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你被扒的第二层皮 因为这一千亿 你会比较没有感觉是因为这一千亿 账单不会寄到你家里面 不会写在上面说 给您报告一下 您今年的这个预算 这个您缴的税 我们拿多少百分之几去交给台电了 不会这样写 所以感觉比较无感 这是第二层皮 第三层皮就在这里 国安单位是我们的公家机关 国安局嘛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虽然我有点看不出来 他们到底能够实质为台湾做什么样的伟大贡献 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这个仇庸的人士 也没关系 最重要的就是 这16% 一千三百一十八万 只有一个国安局就要多了这么多的钱 钱从哪来 一样还是你我的纳税钱啊 怎么样都是我们家的钱啊 怎样都是我每一年缴税缴的钱啊 你不要觉得我在重播刚刚前面讲的那一段 没有 因为这些钱都一样 都是从你我的口袋里面抠出来的钱 台电 我跟你讲大家经营公司经营一个企业就知道了 不是开源就是节流或者扩增其他项目嘛 对不对 台电 哎我跟你讲这很多的电厂都有一个营业项目叫什么 卖冰棒 哦他那个冷却水啊 可以出来做冰棒啊 这是一个营业项目 可是台电公司跟我讲说我们要破产了 跟我要了一千亿 四月份的时候涨电价也跟我要了钱啊 现在呢明年度的这个预算啊 全部给他多编了水电费 一样都还是回到台电公司的口袋啊 但这些钱都谁出都还是我们出啊 所以我们全台湾人民这只牛啊 全台湾人民都被扒了至少三次皮 而且跟各位报告 按照台电的说法啊 这个过两个礼拜 他们又要再开店价审议委员会 十月份再涨一次店价 干嘛呢 一样剥你第四层皮 想不到吧 自己的皮这么有价值 可以被剥四次 四次剥皮 请问一下 我们人民有抗议反对 有去拒绝的可能性吗 很多现在执政党的立法委员 跳出来跟我们讲什么 他讲说哎 你们哦 这个台电的电价是个专业性的问题 怎么可以说要经过国会 经过立法院 经过民意代表 如果经过你们这些人身上 那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这个审议就不够专业 不够科学 不够理性 你要怎么讲我都没有意见 那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 我们人民要被剥三次皮 要被剥第四次皮呢 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啊 我目前看起来 如果啦 国会委员在这个没有其他的规则 新规则之下 他可以做的是什么 那我把这个啊 国安会也好了 农业部也好了 外交部也好了 海基会也好 那个对啊 海基会也好嘛 我把你们的这个水电费给砍掉 你们觉得合理吗 里面那些公务人员 里面不管是在农业部 国安局 任何一个什么交通部里面 上班的 其实也都是中华民国国民啊 也都是我们国人同胞啊 让他们有一个合理的上班环境 好像没有什么错 我告诉各位 错的点在哪里 如果我们永远 拘泥在这些所谓 知为末节的小地方 那你就成功的被执政当局 民进党给诱导进去 那个漩涡了 真正的问题 是在台电的上游 能源政策就出错了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一声 请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抛弃便宜的核电 每一度一块多一块三 然后我们这个电不要用 我们要跟业者采购光电的成本 七块七 一块三 七块七 这两个应该算差距蛮大的 这两个应该距离很多 那我就想试问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当国人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 就以核养绿的公投 告诉民进党政府 说核能 我们希望继续保留 然后呢让大家去发展绿能 我们去环保去清洁 大家没有意见 这是当时公投过 超过五百万票的投票 结果是这样 结果当这个政府 民进党政府 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样 死死的警报着 反核的神主牌 然后弃核能于不用 啊时间到了 我们就把它除疫 啊时间到了 我把它关掉 时间到了 这个核能电厂我们就收掉 但是里面啊 它有那个备用的燃煤基础 可以拿出来继续发电 很简单啊 我们看到的现在就是 台湾我们大部分的能源 都是碳排能源 好 发论我自己的脸书 常常啦三不五十 我心情 觉得鼻子痒痒的时候 觉得我呼吸到脏空气的时候 我就习惯 上去台电的网站刷一下 刷什么 刷说请那个 现在台湾的 即时发电用料 那这个即时发电用料 就会告诉我 北部花多少电 中部花多少电 南部多少电 东部多少电 OK 这个是用电嘛 发电的部分 就会跟你显示 核能 几万瓦 燃煤 多少 这个燃气 天然气 多少 民间燃煤电厂 民间的燃气电厂 民间的太阳能板 民间的风力发电 或我们自己的风力发电 还有水力啊 其他的除不能发电 等等的 分别占比多少 我告诉各位啦 你们喔 如果跟我一样无聊 晚上吃饱饭散步的时候 就拿起来刷一下 这个公开资讯 我告诉大家 你会看到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 是我常看到 你们一定 随便说 随便加一加 最少也八成以上 都是所谓的 碳排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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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包含刚才讲的嘛 燃煤 燃气 然后到时候桃园 如果观音那边 要盖什么 SRF 烧垃圾发电 这些都是碳排发电 增加的是什么 增加的是 空气中的悬浮粒子变多 可能肺部呼吸道 受到感染 受到影响的人 也会变多 就因为这样一个 错误的能源选择 导致的结果 是一 我们的店家 必须去采购 很昂贵的 七块多的太阳能啊 这些所谓的绿电 第二 会造成我们全国人民 尤其是住在 发电厂周围的人 所谓呼吸道的感染 第三 就是我们所有的成本 会被提高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 今年在立法院里面 在这个会期立法院里面 立法委员们 应该要去帮人民 告诉人民 我们国家政府 花了多少钱 来处理这些问题 台湾电力公司 永远跟你讲说 我们第一线人员 多辛苦 哇 哪里 这个台风 刮风 下雨 地震 我们都要去第一线抢修 没有人去否定 这个事实 没有人去否定 第一线人员的辛苦 但是我们否定的是 一 上面有肥猫 二 你们错误的能源政策 三 你们不断不断 跟人家 情绪勒索 要钱 要谁的钱 你我的纳税钱 所以大家觉得 查预算重不重要 我个人认为了 查预算非常重要 因为你只有把这个预算查清楚 跨和清楚 你才可以把这个 很多的猫腻抓出来 不然大家可能就觉得说 店价已经涨过了 这个行政院已经要拨补1000亿了 那就这样吧 我还勉强能接受 拍谁啊 你会被剥第三层皮 现在可能会被剥第四层皮了 那这个预算会起 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会一个一个跳出来 一个一个在人民面前 无所遁形 因为我们现在 在国会里面 在野党 民进 呃民众党 再加国民党 超过半数 所以在国会监督的力道 一定会比过去八年还要强 但是我先跟各位预告 我们这五十几席 加了民众党的这八席的立委 加起来嘛 对不对 还有我们两位 无党籍的立委加起来 即便哦 他们监督的在用力 死皮赖脸 在位置上 过好日子的人 依然如此 依然稳固 不动如山 有没有 我来讲一个有趣的 立法委员罗志强 我们的强哥 小强哥这个最近身体不适 但应该下周就会回来 新立院新观点了 小强哥 他因为要看预算 这个各单位 刚刚讲这国安局的 这个预算报告书送进来 他去看监察院的预算 监察院的预算 要看什么东西呢 要看陈菊领多少钱吗 要看他们花什么钱吗 要看他们去哪里吗 没错 他就抓到了 那这个我真的觉得太酷了 有个计划名称很长哦 一定要一字一句念给大家 原住民族自然利用资源 狩猎文化权与野生动物 从野生动物保育 从人熊冲突到人熊共存 以日本黑熊保育为例 要派三个人 监察院的同仁到北海道 考察五天 花多少钱 31.5万 一个人平均 花10万零五千块 三个人嘛 对不对 31.5万 除一下嘛 一个人平均花10万又五千块 请问一下 这个 监察院为什么要去这个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一下 监察院的功能是什么 是纠正 纠举 弹劾 审计 这个审计其实是最核心的哦 审计 监察院底下有个东西要审计布 我刚刚那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跟大家报告过了 审计是要看说 哎 哪边 花了这个 钱 我们要去考察 他的审计的内容到底如何 请问一下这个 纠举 纠正 弹劾 审计 跟黑熊什么关系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一下 跑到日本 北海道 看黑熊 跟监察院的实职业务 有什么关系 你今天如果跟我讲说 你是这个我们农业部 做这个 做动物研究啊 这个或者是 原住民委员会 你看你这个写的很棒嘛 原住民族 自然利用资源 狩猎文化 野生动物保育 我都没有问题 关你监察院什么事情 就是去旅游啦 就是出去玩啦 就是你 就是想要让这三个人 去很快乐 去北海道吧 哇 看看雪 哇 看看熊 接下来更好笑的一点来了 你知道吗 跑到日本北海道 看熊对不对 日本北海道没有黑熊 在日本的北海道没有黑熊 只有棕熊 棕熊 Bron Bear 你告诉我你监察院 跑到一个没有黑熊的地方 说你要去看黑熊 我跟你讲啦 监察院 你们也不用钱啦 什么31万 每个人给你30块 你就从监察院 跨一下宗教东路 宗教西路 走到这个立法院 里面有黑熊学院的院长 好不好 去看沈柏阳 不用花人民31万5000块 连30块公车都不用 你只要过马路 你就可以看到黑熊了啦 跑到北海道 去看一个不存在的黑熊 这是我们现在的监察院 这是一个负责审计 其他单位的监察院 然后你跟我讲说 他们多认真 他们多努力 他们这个 想要来帮人民 看守预算 有吗 当他能编出 这样的预算的时候 当他能编出一个 这样荒唐的预算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啊 他不怕你查啦 监察院根本不怕你啊 你们能拿他怎么样 全台湾 我们现在五权分立嘛 对不对 除了立法院 行政立 行政司法考试监察 哪一个不是民进党 赖清德说了算 立法院现在幸好 还有韩国瑜当院长 还有蓝营的 白营的立法委员 在那边努力监督 其他四个院 有在理你们人民吗 有在在乎说 我爱去哪里玩 就去哪里玩 反正这些是人民的纳税钱 又不是从我口袋出 他们可能自己从口袋出的钱 只有去办那个漫游啦 说明连漫游钱都要报账 告诉我说 我们要去日本 北海道 看黑熊 结果日本的熊分两种 北海道的中熊 跟本周还有四国的黑熊 所以 告诉我一件事情 民进党 乙将 包含现在监察院的那些人们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如果没有这一些立法委员 去一条一条仔细翻 一条一条仔细看 抓得到你们要去出去玩吗 如果你们要自强活动 想要自己说 我们今天员工旅游 你就写员工旅游 那个 我们的这个预算法都有相关的规定 要补助员工什么等级什么等级 补助多少钱 这些都有规定 你就写你就用 按规定来 按规矩来 结果 行考 这个假考察之明 行出游之时 还被立委抓到 到现在还死不认错 我告诉各位哦 这一条新闻出来 到现在起码四天要五天了 四天到五天了 监察院没有出来 跟大家道歉过 监察院没有出来 跟大家道歉过 我还在跟大家爆料 监察院每年花人民 超过十亿的纳税钱 十亿哦 你知道他的预算涨幅 三年涨了8.6个percent 8.6个percent 哎呀 薪资在调涨啊 我们公务人员很认真啊 薪资总成长4.1percent 哎 那多的是那些钱跑去哪里 告诉我们嘛 为什么人家会骂你们 朽木为官 禽兽石鹿 搞到森林涂炭 为什么 因为你们就在浪费人民的纳税钱 而且不但浪费你们还自己就是监督有没有浪费钱的单位 就告诉我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这些不就是高居庙堂之上的朽木吗 这些不就是位高权重在那个位置上面吃香喝辣的吗 请问一下 为什么监察院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的钱越花越多 三年涨幅8.6个percent 我想问一下监察院有做出什么样重大 而且可以这个造福社会 让社会觉得说监察院有存在的非常重要的必要性 我们希望监察院一定要好好的落实下去 多少次人家跑去监督你的时候 去检举的时候 监察院一句查无不法 就没事了 该监督的没监督 该纠正的没纠正 该纠举的没纠举 我想这些新闻大家心里都明白 而且重点是 你心里想的案子跟我想的案子 还不一定是同个案子 因为监察院摆烂的案子有够多 真的是有够多啊 所以 我觉得这个出国预算 一定要去严加审查 严加审查的东西还有很多啦 刚刚讲这个监察院出国嘛 这个三个人要花31万 还另外一个很爱出国的单位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数位发展部 以前我们这个唐凤 老朋友了 他又要出国玩 没有 现在他不是部长啦 对 一定要帮他说明一下 这个 数位发展部 他今年的预算 又成长了 成长多少 21.9个percent 21.9个percent 总预算 86.59亿 当然不是以前那时候 刚成立的时候 说要花200亿 不是哦 如果是的话 数发部会跳出来说 我们这个是假新闻 要帮他澄清 绝对不是 来 那我接下来念的数字 请数位发展部 麻烦 一定要到我们留言区 帮我们留言一下 澄清一下 我有没有说错 如果我说对 麻烦帮我点赞 好不好 明年度 114年度 数位发展部 公务预算 86.59亿 比今年多了 21.9个percent 他们要干嘛 哦 要么要来 打击诈骗 要来减少诈骗 要来去监控诈骗 然后呢 要去拜托 他们属下 这个 属产署跟资安署 提出了非常多的计划 主要工作在于这个提升打诈的工作 推动数位经济的发展 光打诈的经费预算 就增加 网路诈骗的通报查询网 经费5806万又3000元 就是希望完成 完善通报机制 通报机制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跑去通报 说我被诈骗了 我告诉你啦 是你已经被诈骗了啦 你才会去通报啊 你已经被诈骗完了 你才会走过去说 我打个165好了 我这个钱好像不太对 我这个卡怎么被锁住了 这个他怎么一直叫我汇款 到底怎么样 你才会去通报啊 你才会去通报啊 那请问一下 你做后面的 这个诈骗通报查询网站 要5800万 你事前预防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大家常上网 不管是在很多地方 看到一些小广告 或者是什么标股明灯 投资诈骗 这种最多 大家去查嘛 这一些广告 这一些页面 应该是要有人去下架吧 诶 习惯你下架别的东西都很快 这个很明显的诈骗集团的影片 诈骗集团的广告 你怎么不尽速下架呢 不快速处理呢 你有去做所谓的预防工作吗 诈骗集团的诈骗样式 白白款你跟我讲最新款的诈骗怎么样 AI啊怎么我们要破解 有比较辛苦 最传统那种网页式的广告 我告诉各位到今天为止 还是有人会被骗到 还是有人会不小心点进去 不小心说 我好像要去做这件事情 该去做的前端预防 你做了没有 9月3号跟9月4号 两天 一天5亿 一天4亿 加起来一天就要被骗9亿 两天要被骗9亿 两天被骗9亿 警政署跳出来说 今年民国113年 2024年的今年 全台湾被诈骗总金额破百亿 上百亿的钱 人民的薪水 人民努力工作的所得 被诈骗集团一波带走 结果数位发展部 明年还要再拿我们86亿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编给你的钱越多 然后被诈骗的钱越多 为什么我们给数发部的钱越多 他们被诈骗出去 或者是诈骗集团的这个GDP 成长的越多 不觉得怪怪的吗 你们不觉得很不合逻辑吗 这次我有看到一个网友 很可爱 但我第一次觉得 这个网友讲的真的是 不但发自肺腑 还这个福治心灵 讲到我心坎里 他说什么 既然我们今年要被诈骗 因为去年度是被诈骗88亿 今年的公务预算 86.59亿 有没有可能 我们跟诈骗集团谈好 直接把给数发部的钱 拨给他们 这样我们既不用养一个数发部 又不用让人民诈骗 因为感觉 我们好像被骗了两次 一次是诈骗集团这些坏蛋 这些该被抓走 该下地狱的人 这是其一 其二 是在庙堂之上 但行苟且之事 也该下地狱的人 就是骗我们说 要用这些纳税 想要去做一些很厉害的事情 要来守护人民 保护国人 不会被诈骗 唐凤我说的就是你 今年520以前 你还是数位部部长 你难道不用负起任何的责任吗 因为为什么 我一定要点名到他 告诉各位 这几个故事是串联在一起的 最核心的一个点 你知道什么吗 最有趣就是 他们数位发展部 最喜欢 编的很多的钱 出国考察 出国会议 出国 不要讲旅行啦 这叫公务旅行 如果你真的出去办实事 做正事也都罢了 真的 你认真做 然后认真去开会 我们如何提升 我们跟亚洲的其他国家 跟全世界的国家 去做一些网路上的结合 联合 然后去守护人民的财产 创造更多 哎 maybe我们的数位经济 我们都没有意见 你掰得出来 我都没有意见 问题是你现在掰不出来 去年 唐凤大部长 坐了飞机哦 跑到日本京都 去参加一个联合国的 网路安全会议 嗯 好啦 你去参加这个网路安全会议 特别跑到京都 说远 也没有很远啦 啊 搭飞机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预算 你既然是数位部部长 签了签了 该该给你就给你啦 做些好事嘛 他人到了京都 坐在饭店里面 跟人家视讯会议 什么意思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你人 拿了护照 弄了签证 跑到机场 买了机票 飞到京都 然后你坐在京都的饭店 可能会议场所就在你隔壁间 你跟他线上会议 那你为什么不在台北办公室就好 你在台北办公室就好啊 数位发展部为什么至今会被人民所唾弃 所不屑 所感到不齿 最主要原因就这些嘛 你们花了很多的钱 去做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 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人民一旦要检查 这些名义代表 一旦要去掀你的这些账 要来去为人民做监督的时候 你里面资料是不堪入目啊 你里面资料是完全不能拿出来啊 是不及格的啊 到现在数位发展部 还是没有给台湾人民一个答案 说为什么我们的数位部部长 飞去京都坐在饭店里面 跟人家视讯会议 你不气愤吗 我个人很气愤 因为视讯会议这件事情 你在台北就可以做了 你们在昂贵的中正区的办公室里面 就可以做了 你们在昂贵的中正区的台北车站 对面的星光摩天大楼里面的办公室 花了上千万元装潢的办公室 里面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 为什么不 偏偏要飞出去 办公室摆着 漂亮 我就是喜欢花钱 是这个意思吗 哪一毛钱不是台湾人努力辛辛苦苦去做去赚来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 此时此刻 在这个预算会期 我们应该用非常高的强度 趁现在在野党的立委真的过半的时候 才有这样的立院的监督能力 去监督这一些啊 人民想要知道的是 你花了两百亿 做了点面线系统 点面线系统APP 已经下架了 已经你找不到了 你在线上看不到了 然后你出来跟我讲说 没事我明年要花继续更多钱 明年我的数位部的预算要增加21.9% 合理吗 我就问各位 大家觉得 你听到现在为止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 荒唐的点 就在于说 这些钱 他们花起来毫不手软 这些钱 他们用起来 piece of cake 仿佛这些钱大风刮来的 是啊 去人民身上刮明 纸明膏刮下来的 给你们运用 给你们利用 让你们去做好事情 去做一些福国利民的事情 去做一些能让国家变得更好 让台湾走出国际的事情 你们做了没有 监察院做了 走出国际 跑到北海道 看黑熊 述发部做了 让部长跑到京都视讯会议 这叫做走出国际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所以你看哦 今天我们讲了数位部 国安局 这个监察院 都一个一个在乱花钱 我告诉大家了 乱花钱单位不止这一些了 我现在每一张上面 都起码两个单位 我随便再点一个海机会 大家知道今年啊 你会去看政府的总预算 是在网上跑的 政府花钱越来越多 海机会要增加预算 六千万 这个负责两岸的 民间交流活动的海机会 因为两岸关系激动 请问一下海机会 这几年有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吗 我们连金门渔船 的渔民受伤啊 或者包含我们自己的钓客 等等 去沟通去协调的时候 海机会你有功能吗 海机会你拿出来什么东西 为什么你今年你的预算 增加了六千万 要再涨四成呢 看看陆委会2025年 明年度114年的预算书 捐助给海机会 办理海两岸中介事务的经费 比前一年增加了 七千五百二十一点五万 总金额达二点六亿 超过四十percent 钱哪来的 我问大家钱哪来的 钱哪里来的 不用问了 就是我们口袋的钱啊 我们口袋的钱拿去给海机会 如果海机会有在做事 Find 你maybe促进两岸啊 这个经贸啊 交往啊 会议啊 让彼此大家有更多的认知啊 没问题 你看这几年 海机会的攻击是什么 我看不到 协商交流服务 海机会的三大功能 请问一下哪一个还存在 过去这八年 都要九年时间 协商了什么 交流了什么 服务了什么 讲一个很实际的啦 COVID-19的时候 用黑名单的方式 阻挠台包 阻挠小民回台湾 我能理解 maybe海机会的同仁们 很想做点事 但你去问上面嘛 你去问小英 你去问赖心德 他们希望海机会有功能吗 他们希望海机会有功能吗 他希望我们的路委会有认真做事吗 海机会的董事长都已经被收押了 都已经被抓起来又被放放出来啦 海机会的董事长已经不见啦 因为他是赖心德的政敌呀 一个人会把政敌放到位置 这个地方就是冷牙门 就是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就是一个这个政府觉得极度不屑 但怎么办 要不要删掉的地方 结果预算还增加 预算还增加 超过40% 告诉台湾人民一下好不好 为什么这个钱要这样花 为什么这个钱要这样开 为什么这个钱要这样发出去 花到一个没有办法 做任何事情的单位之上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对于政府最疑惑的事情 海机会做了什么 树发部做了什么 监察院做了什么 我刚才讲这个三个单位哦 都听到我很明确的举出数字 来证明论述他们 哪里做的不对嘛 对不对 欢迎数位发展部来我们留言区 来直接打假 说方伦说错了 我们才没有花这些钱呢 拜托一定要来 如果没有没有来 因为我句句属实啊 因为我每一句都是要嘛来自新闻 要嘛来自你们的预算书 请问一下哪里说错了 包含海机会的钱 包含数位发展部的钱 包含监察院的钱 我跟各位讲 我今天还有这个国防部 要增加预算的钱 还没有机会跟大家报告 但是这一些钱花出去 到底花在哪里 有没有功效 我跟大家讲 人民自己心里有底啊 全台湾人自己知道了 非常清楚了 对不对 你告诉我海机会 我就讲今年的事情好了 金门渔船 的冲撞事件 我们的吊客 虽然那个吊客是有军人身份 whatever 跑到 失足落水 飘到对岸去 任何的协商 任何的作为 有没有 你拿出来 好不好 拿出来 好不好 所以 当 我今天不单单讲台电 讲了所有的单位 都在浪费你我而纳税钱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 就是 新的立法院 新的观点 新的这些委员们 去好好的 帮你 帮我 做监督 我是方伦 田方伦 感谢各位 今天的收听 新立院新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